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觉得警察用这种军事遗签的方法来对待这些理大学生 我觉得是非常不人道的 老实说一句 你现在一方面就跟他们说我们不会打主动攻进来的 另一方面就劝航 不过劝航就说 不过你们劝航出来就全部被告暴动了 那你真是叫他们 你真是叫他们 是不是要逼得他们在里面集体自杀殉国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手法 你说到后又说他们怎么放下武器呢 今天那条 那条这样的 有条助理柱子走出来 哇大意淋然 大气立足地说 那些武器在他们手上 那些选入权在他们手上 喂 那些有什么武器呢 又有栏油弹 以及所谓的那些 运动用的弓箭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说到他们就好像武装分子 那样 你这样 你真是逼死他们 我觉得你用这种 你一是就进去 你老实说 你那些刀子进不下去 就浪费了 你怎么进不下去 根本里面已经伤亡惨重 这行人教壁 没有了物资 你进去根本过速手就及 你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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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遗脸打缓 外面的人救了 就在外面打 根本就要遗蜆 就好像香港斯大林家 战役那样 我想不到 有一帮战士 就比这帮理大的年轻人 更加悲惨 还有我想说的就是 那帮泛民死在哪里 是不是个人 现在就是想着 星期日的选举 现在还选不选 有什么春用才行 大佬 香港都会淪陷了 这帮泛民没有一个人来说话 这个完全是一个人道 放出国际标准 这帮蛙蛙兵 大佬 手术没有武器 那些土炮东西 这帮人 现在被人全签的局面 没有一个泛民出来说话 有什么搞错 现在只有大专学界 那么多大学的学生会 都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警察以重兵 围攻理工大学校园 封锁校园所有出入口 禁锁在理工大学里面的那些市民和学生 还要走出来说最低武力 你那些叫最低武力 我屌你老母 真的 对不对 你看她围攻期间那些武力 你看到 怎么令人发指 接着这个林郑月娥 这个混蛋 杀千刀 还要走出来 加油添操 对不对 所有那些警方高层 那些个个 那个丑恶的嘴唸 香港人 看得到 个个都咬牙齿齿 对不对 我当你今次 可以止暴制乱 搞定了一段时间 接着以后 你都永无灵日 我这个告诉你 我屌你老母 老实说 喂 你现在用这样的 要违迁方复 军事违迁手法 来对付他们 不得不止 你还要 你看你今天那些 那些老爸老母 在接触那里 跪跪在那里 静坐抗议 他们可以做什么 他儿子在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 我们现在要 这个是一个天职来的 就是揭发你的恶行 声讨你 就是这样 现在全香港 是面临的一个人道 那些泛民议员 可不可以二十几个集体 去现场 你都不敢 他怎么够胆 是吧 他怎么够胆 那么多二恶婴 总毒死人 对不对 二恶婴 过身肉贵 怎么会做这些东西 我在这里呼吁 那些泛民 如果还有些 良知血性的话 就麻烦你放下你这个难鬼的选举 说什么 你出来 你出来 就算你不去现场 你都发个声明 什么都好 你外国这么多国际联系 国际电视 我们都这么厉害 你叫你外国关注一下 你现在 你叫外国关注一下 你根本就是 那些年轻人 现在 现在 等死去坐在里面 我觉得 希望他们 如果更有血性的话 真的 麻烦你做些实事 好 多谢你的电话 OK 我们听第二个电话 拜拜 现在是在这里禁锯了 那些人在这里 其实 其实 哎 现在我们 当然 觉得在里面的人 现在是很辛苦 不希望可以救他们出来 但是 现在是没有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看到吗 是不是 物资都送不进去 物资都送不进去 对 下一位来电的就是麦先生 那后面应该看到 在左边 麦先生 你好 喂喂 请说 你先关掉后面的电脑 喂喂 你先关掉后面的电脑 是否答声 闪了 是 现在可以说了 喂喂喂 可以说了 喂喂 是 是 说话 哦 是 首先 希望你们的同事 就快点康复了 是 多谢你关心 那 其实 现在 李大 这件事 我想就是没法教的了 现在 濕狗政府 就永远不会投降的 他有武力在手 他怕什么 又有共产党撑腰 是不是 撒红了眼 有共产党撑腰 那里撑住 那些猜刀 已经撑到爆了 现在 永远不会的 他一定是围到你里面的那班学生 吵构死他 等他自动出来 然后告暴动 拉构了 这样 没有用的 唯一 如果是我的办法 我想到的办法 就是什么呢 找两个勇武 拿两条盒 就防着他慢慢说 那也不是办法 他武器多过你 人多过你 不要说这些东西 现在是要 怎样呢 就是你一定要有很多人 多人 多人 才是 去围警察 是 大家手无寸脱 那你扔我 要有这样的人才行 手无寸脱 全部是 那些都是等于勇武的 手拉手 喂 要你放那些学生出来 是吧 老实说 你告暴动 这些都是办法 告暴动 告什么都没办法 到时便会打官司 但是现在的问题 就是你要先救那些人出来 大佬 那怎么办 在里面 是吧 他现在封灯了路 就算是多少人 那些工具都是射出雷弹 射胡椒球枪 他就算他不肯拉你 他也肯肯到你周身伤 我告诉你 现在是贱到这样的 是吧 我当他不拘捕你 他也肯肯到你周身伤 我试过有 在这个湾仔 是好多人的 有十万八万人的 他无力投钩 他就扔过来 他说你人踩人 就死人了 他无理你 中信那件事 已经是 随时搞出人名 好 多谢你的电话 是呀 好 拜拜 拜拜 有些人说曾玉成 入了理大 是不是 林先生 请说 未到是吧 有人说 你接了就听你了 你是贵胜 请问 林先生 你先关掉后面的电脑 我关掉后面的电脑 我关掉后面的电脑 我关掉了 没有声音 我是民建区议员 还在叫咪 还在说选票 我忍不住走去 叫他们 民主党 或者他们的民阵 做一点点 在电视上 呼吁那些人 做回刚才你们所说的 十万人也好 多少万人也好 他们才有号召力 他就是要救这帮 poly的学生 救我的私底 我就是想说这件事 你也是读理工的吗 我以前读过一年理工 接着再读B.U. 所以我上个星期 都遇见了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和很多朋友都说 不应该留守 但是我知道 我们走去劝起前线 是没用的 我今天就是做了一件 要骂这帮民主派议员 踩着这帮小孩子的血 坐在那里当选 但是现在就不做事 有些人留言说 许智峰和邝俊宇 昨晚有到场 有到现场 OK 他说这两个有到现场 昨晚 是的 现在又有人留言 曾玉成就进去了 那拉了之后 下一部是怎样呢 我就是想他们 呼吁这件事 但是他们都是跟我做不做事 是 这个 好 南先生 那你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好 就是这么多 现在最 有人留言 已经有我们 先有我们 那些学生 不 现在有人留言 就说 张达明 就是 拜拜 张达明教授 曾玉成 林大辉 都有进去理大 是 是 是不是有去救人 不知道 林大辉 我昨天都 昨晚很晚都跟他一路通消息 就说 他就回答我就会尽力 尽力 就是这么多东西了 我想打电话 就想带一些讯息出来 因为我朋友就跟我说他做梦 就有一个故事 就在梦境上是很现实的 很真实的 希望大家听一下 那朋友就是一个家长来的 他接小朋友放学 看到那些小朋友当时 是好像走难 逃命那样 那个场景 就更加厉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看电视打仗 想不到今时今日 在香港发现这些事情 觉得是很痛心 那我朋友呢 他梦境就是在PolyU的附近 那他就知道 那些小朋友呢 就 个个拼命 但是呢 我觉得 如果是做得 家长车去救那些小朋友的 希望那些家长 大家都勇敢一点 不要只是 那些车泊在旁边 让那些小朋友自己走上来 然后慢慢上车 不是排队上车 现在 那些小朋友的心情呢 是个个都是拼了一条命 他很辛苦 是逃离个理工 然后很辛苦 希望找到一件生机 能够离开的现场 就避免了分分钟 十年八年的牢獄的 或者被自杀 诸如此类 总之 所以我希望现在带这个讯息出来 就是希望救人的家长 真的要大家 出多一分力 大家一起去救小朋友 好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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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你们 OK 還有一位蘇生 现在在打给他 唉 真是不懂得说 现在就说 张达明 曾育成 还有这个 现在应该新闻有播的了 曾育成进入了理大 那他也是去做 可能去做 劝行 是不是 喂 蘇生 请说 你好 你好 嗯 可以说的了 喂 可以说的了 是 是 是 就这样 我有个意见 可不可以呢 就是我们做些文宣的工作呢 就是在那里派全丹城 令到香港人 不要再交差响 嗯 这个是不合作运动来的 不过如果真的做就不止那么少了 还有其他事可以做的 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很多香港人 嗯 就是 现在香港人打香港人 嗯 对不对 还要 还要给钱 去买出去 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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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射回我们香港人 嗯 就是给钱人玩自己 是 是 合不合作 还有呢 有一样东西我想说的就是 想和那班警察说的就是 喂 事可杀不可辱 你要拉 你就冲进去拉 是不是 你在那里闭住门口 不让人出来 又要饿人家 人家要说 里面有些伤的东西 你又不让消防人进去救 算什么 同胞 算什么 香港人 大家都香港人 完全 违背了良心所做的东西 嗯 嗯 他们都不当自己香港人 了 所以也都 跟他说这个话 都没什么意义 对 不够自己香港人 为何我们还要交叉 是 嗯 嗯 是的 就是 简单来说就是 你想是想 呼吁大家 发动一个不合作运动 是吗 不送去运动 是 不送去运动 是 不送去运动 不送去运动 是 不送你运动 OK 多谢你 應該是譚先生 大家留意一下 看看理工那邊是否有新發展的情況 因為我們還未能夠全面確認 究竟發生甚麼事 譚先生,請說 到你了 是,到我了 是 不要 我想說你的節目 我很喜歡看 你講了很多人的心聲 現在我們畫面後面看到張達明、曾鈺成 記者圍著他 但見不到那些留守在裏面的人 大家看看後面的畫面 曾鈺成 我們可以說話嗎 是 我們先看看後面的畫面 看看有甚麼新發展 曾鈺成和張達明教授 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 和記者在經歷 我們遲些看新聞 可能知道他會說甚麼 看即時新聞 可能都是進去 是否勸行呢 我不知道 有警監會前成員 鄭成龍 被懷疑是中大那天的鬼 有份造鬼 葉建源 這些都進去了教育界 幾個建制派 有泛民 還有中間派 進入警方防線 抵達理工大學校園 警方是默許讓他們進去的 老實說 不然你怎能進去 你試試我進去 我進去 就屌你了 一時就敲過來 可能有 大學校長也很敲 譚先生有甚麼想說 我想說罵這個廢政府 這個混蛋政府 每個人都沒有人用 那些局長 每個人都沒有死人口說話 阿祝敏哥 叫他們去中環 收拾磚頭 幫幫你垃圾 夠不夠膽一個人 躺在那裡 夠不夠膽下去 叫他們 所以我聽到你說 你繼續說吧 我聽到 我聽到 我非常欣賞你的節目 講出很多市民的心聲 OK 多謝你 好 我暫時是講那麼多了 謝謝你們 BBC有段的Live 這些人一個個這樣掉下來 你拍到這些東西 厲害 好了 李先生電話 接著是 我們現在接近李先生 李先生請說 到你了 是 裁長 玉敏哥 當然是 事實 曾鈺誠 和張大明 是去了理大 是 他們進去 我不知道他現在是為甚麼 是只是幫學生 還是怎樣 但是我今晚看到的情景 我非常心酸 是 在佐敦 所有一帶 他完全瘋狂 這幫扑街黑警 我要說一句說話 就是我不想看粗話 我都要說 我完全是吃了藥的 香港就不是很清楚 但是現在最新的新聞就說 李大示威者陸續自首 尖東又拘捕了百個人 現在電視畫面見到這兩位老哥 我猜有些人就說 他們可能會帶些人出去 那是不是跟警方有默契 是不是他們帶他出去不用拘捕呢 大家觀察一下才可以說 現在不知 只見到他們兩位跟記者說話 我們在做節目 掌握不了 我看著他的電視 他完全在跟記者聊天 未去到他的學生那裡 那是不是跟警方有默契進去帶人走呢 未知 這兩個事情 進去做甚麼 做是神還是鬼未知 對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他幫到那些人走 那就沒甚麼所謂 不管他神還是鬼 對 他現在公開走出來 我不覺得他幫到他們會走 OK 那或者好像張達明 叫人刺手 他只有任何一件事 兩個都是 我覺得他幫了他們 走出去被抓 然後我幫你保釋 找人 他怎會幫你保釋 他怎會幫你保釋 他是這樣做 他現在可能是做給 警方 用高壓手段 或者林鄭月娥 找一班人出來 做一下白面 是嗎 是 因為他現在真的不會供進去 他在外面有很多人 現在外面有十萬人圍住 他便無法供進去 很簡單 現在是 他便在外面尖東拉人 在那裏不斷放吹雷彈 就用膠子彈 他便找這班人進去 拼解決裏面的問題 是這個意思 現在全世界看著他 BBC有做直播 看那些人怎樣出來 不可能 今早早 抓到他們 他們衝出來 按住人家打踢 這個已經是肯定的 這個不用講的 OK 是這樣的 OK 拜拜 我估計 現在他 我估計 當然已經有默契 還有外面 已經有人在圍 人多 警察 他猜不到 那些警察 如果不能倒台 便找這些人進去 這個是我現在暫時估計 但我一定要看到他先說 因為我看到鄭成龍 我看到這個人 就不能拖 我看到這個人 這個是 有人說他 幕後搞中大 那幾個搞撤退的就是他 不想知道是否 總之看到這些 那為什麼現在這個時間出來 平時不能見你 是吧 那曾鈺成是用什麼身份 是吧 前立法會主席 還是這個 林鄭月娥 口中的有心人 是吧 但無論如何都好 如果他們動機是 善良的 是吧 是希望可以救回這些人出來 不要說夠 即是 可以緩和了警方的武力 去圍這個理大 我們都要表示歡迎 是吧 應該這樣 是吧 不管他什麼動機 是吧 在電話旁邊 應該是何先生 接通了 應該是吧 何先生 請說 你好 台長 說一說 說一說 是 看到一些不開心的情景 我也覺得很失落 很希望這件事可以平息 是吧 還有以前都覺得 因為我都替過很久了 以前都覺得 你說話比較偏激 但現在不是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 現在真是 哈哈哈哈 我也不是很偏激 只是 我是吵的 以前 覺得 梁天琦 那班 會走太前 會不會真是 現在還覺得他們走太前 現在 現在 現在已經適合鵝車了 哈哈哈哈 不是不可以這樣 那時候我們走得很 那些不同事 很奸巧 真的 有時候你們說這些廢話 真的 現在會不會覺得 我走太前 你應該說 現在會不會覺得 我以前走太前 要這樣說 是吧 對我個人 也沒有什麼重要性 走得更前 現在 就是 事實不同 是 還有 昨天我發言 想不想 是 聽到你說話 你繼續說 是 我覺得 前線的示威者 除了 擋磚 擋磚 擋 擋了一些 汽油彈 會不會有其他方法 可以擋其他東西呢 或者 我假設 你說 那些 黑警 這麼喜歡 喝 香檳 喝 可樂 我們不如 順確利益 失陷 拿兩罐 可樂 或者 你說這些 很危險 我現在告訴你 很白龍 很危險 很危險 我也不可以扶你 也不可以承認你 我會譴責這些警察 使用過當的武力 以及從政治上去批判政權 現在你是以全香港人為敵 以及企圖消滅我們一代的年輕人 當然 這就是神人共憤 要詛咒 你不要死全家 五家產 你知道嗎 就是這麼簡單 這是我們現在可以做的事 還有我看到這些事實 有些人在歪曲事實 我們又揭發他 就是這樣 至於前線的人怎樣做 我們不會給予意見 你也不會做軍事 我可以想一下 發紅一時間 很多奮賊的意見 對就是對 不單當發出一場夢好 OK 多謝你的電話 OK 多謝你的電話 好了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密切觀察 究竟今晚 李大這些人 可不可以全部出來 在李大裏面 希望曾鈴成 張達明 林大輝 真的能幫到手 是不是 但是 是不是他們一出來 就會被人拘捕呢 你負責呢 這個我就真的 一會兒要了解一下才知道 或者我可以問問曾鈴成 等他現在做完事之後 我可能和他通過電話問問他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至於亨利的傷勢 現在剛才我們都 William也說了 我們明天都會去醫院探討他 有最新情況 就會跟大家說 希望他快點好回來 接著我們就禁止他在 在那個採訪的 去接觸這些激烈的場面 我們禁止他 正是 靜態小小小 靜態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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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禁止他走太前了 我跟他的家人交代 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關心和支持 但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希望大家有實質的支持 不只是用口說 因為我們現在 在一個這麼艱難的環境下 需要大家有實質的支持 所以請按時交業費 支持顛糕日報 支持MyRadio的所有節目 我們現在不可以不吃人間煙火 都是要講一些 目前大家最關心的 所以我們現在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一個這麼小規模的 網媒或者新聞機構 我們現在每天在外面 也有五、六個人 當然有些好像亨利這些 有這麼多年紀 都判了一條老命幫忙 所以 現在出了事 我們當然很擔心 也很過意不去 但現在 大家是同心協力 為香港的前途 大家站在不同的崗位 去奮鬥 好像我們這樣的年紀 快要七張 民建棺材 香港的納尾飯 一式上傳 都要跟這個邪惡的政權 鬥爭到底 所以我昨天也鋪了一段文 我們面對極權 是其次鮮明 是其次鮮明 意無反顧 堅定不移 站在抗爭者者一邊 大家可以看我Facebook 就是這個 而這句說話 是我2016年 為了支持 旺角事件 受迫害的 這句說話 在立法會 今天更加印證到 我們仍然堅持 這個態度和立場 這句說話是 我2016年年頭說的 在立法會說的 在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 大大聲地說 好了,節目時間到了 拜拜 小明星